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种不同的破坏方式 年年发暗 时间跨度长达七年 痛不欲生 老百姓的经济命脉 惨遭摧毁 谁动了我的平火树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威海市碑鲁村 低处边缘丘陵地区 四面环山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使这里非常适合苹果生长 这里生产的优质红富式苹果 香甜可口 享誉国内外 成为威海苹果之最 果农它有种植苹果的传统 包括它的风味 啄色 这些方面比别的地方 有一定的优越性 所以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 比较典型的 高水平的一个 苹果生产专业村 苹果种植业 成为全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也是老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多年来美金果 要比周围的村子要高两毛钱 果的价格高 主要是跟质量是有关系的 这是对他们村 这是个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非鲁村家家户户都种果树 村民们无一例外的 都是种植果树的行家敌手 老刘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两亩积分地儿 分散在村子的东西两头 每棵果树它都了如指掌 夏天 苹果的幼果进入了生长的旺盛阶段 也是个幼果套袋的季节 小苹果套上牛皮纸袋 不但能保证果实颜色的艳丽均匀 而且能有效防治病虫害 老刘的这批果树已经种了五个年头 今年终于到了产果的高峰期 在老刘的地中 光西边的一亩半地 老刘就套了两万多个袋 两万多个袋 也就是两万多个苹果 预计收入至少要七八万元 这笔钱足够让他把简陋的家装修一新了 眼看着这笔不小的收入就要到手 老刘隔三差五就上山打药除草 精心照料着这批果树 可是这一天 他美好的愿望开始慢慢破碎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老刘有点障碍和尚摸不着头吗 他赶快查看其他的古术 从外表看 果树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果树内躺的枝叶都已经犹率变白 老刘跑遍了东西两块地 他的果树几乎无一陷面 都被挡上了奴药 叶子片子就是刀变的就没上去 一块散 这么一门能打的有三十块吧 三十块 再一个细门一个一门 你这儿你快不够 凭着多年的经验 老刘意识到打在树上的农药是白草枯 俗称一扫光 是毒性极强的除草剂 这种农药原本应该打在果树周围 一旦打在树上 所有的苹果都将被摧毁 打的应该一扫光 你雪拉倒了 你门就雪拉倒了 你门就快没有了 我从前捕了三十九块石 我从前捕了三十九块石 我从前捕了 他省着 你再把我疗了 没用了 你逃着 你逃着 反正搞牙子死了 灾难瞬间降临 老刘五年的辛苦将毁于一旦 现实对他而言显得极端残酷 从前捕了一扫光 教学在我们村里 做奴民那是他的名证 他的生活一切来源 都在这教学上面 你一年 你这种儿子三母二母高院 你一年受益好久 这直接的他来提供生活 挑起是奴民的名门 你没有他的话 他没有农村 他没有保生存 你现在有个孩子你还试什么的 你没有钱 你怎么供应 眼睛糊口子 长日子再给我试 果树全部被毁 老刘今年将没有收入 他将要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这一年冬天 这种无端的伤害 对于果农而言 谁都无法忍受 这一定是有人蓄意的破坏 老刘想方设法要找出凶手 他立即报了案 深深的责任召唤着威海市公安局 环翠分局的民警们介入案件 这个案子涉案的金额觉得倒是不是很大 但是对农民来说 这是应该说一个比较大的案子 因为牵扯到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 他们主要指的果树为生 如果没有了果树 这个他们可能这个生活确实是 可以说是过不下去了 在老刘家的果树地 民警们发现 现场比他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除了无法辨识的脚印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指向嫌疑人 从破坏的程度来看 嫌疑人作案的手法非常专业 农药全部被打在了果树的内堂 这对果树而言是致命的伤害 白眼库这种药呢 喷人机的喉啊 这个主要是底下的根尖它能破坏掉 这个渗透性掉的啊 而且能渗透到树杆里面 这种药呢 影响都是影响散念 它要影响这个线雕眼 挖了以后影响你这个果树这个开花 还影响果树这个作果 显然 嫌疑人对白草窟的毒性和果树种植都了如指掌 从现场看 苹果还没有收获 嫌疑人似乎没有什么经济目的 他的作案动机 引发了侦察员多方的猜想 但是如此的现场留给民警的困惑多于疑问 茫茫果树地 嫌疑人几乎无妨查证 这个案子应该是没有什么线索 也没有证人的 作案现场也被破坏 可以说是没有头绪这个案子 无从下手 刚一介入调查 民警们就发现在贝鲁村破坏果树 竟然是一类十分普遍的案件 有报案记录的一大七起 老百姓口耳相传的案件 则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令他们震惊的是 最早的一起案件要追溯到2002年 2002年夏天 又到了给苹果套袋的季节 贝鲁村的两老汉 有一亩半地 一百多棵果树 而且它的果树 都是种了十年的大果树 正是产量惊人的时期 01年的产量 已经达到了一万六千斤 今年他预计 产量要突破一万八千斤 七月份 靠袋结束后 梁老汉除了打药除草 很少到果树地去 他心里明白 苹果不会掉进别人的口袋 他就安心等着 把这笔钱放入腰包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不幸天偏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 这一天 他突然听到一个坏消息 到了果树地 梁老汉傻了眼 原本整齐有序的果树 已经东倒西外 倒下的果树 全是被人用锯子锯断 梁老汉损失尽半 被锯断的果树 已经无法再结苹果 梁老汉五年的辛苦 和期待的收入都将复至东流 我干的路呢 我都掏五百了 一块石 也都白起白干了 水疗啊 油啊 都一切都现在白培养 起码你们这五年 你这一礼不是 你白干了 在五年以后 他能开始干活 就是洗干活 十年树木 眼看曾经鲜活的果树 成了没用的木头 梁老汉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这倒了就死了 你能拉倒了 弄得开了架下 在等着来年春天 再跟这个顶 打人口 吊这么个顶 插心去 这顶 这个顶 挪好了 行 挪不好 不行 这叫做大雪 这么粗心的雪 成活了一阵地 他不永远要活 种了几十年的果树 梁老汉经历的天灾 数都数不清 但是他都挺过来了 如今他万万没有想到 会有人故意拒断他的果树 这是他种苹果以来 最痛苦的一次经历 哎呀 太上火了 大老百姓挪个钱不用了 就这一年就只能这么点东西 谁也就上火了 一年下号给我进去 干上火 就啥 那不知道 我这回来都要打药 我去修剑 叫我来的 这一切都想 干不上 干上火 一转眼 七年过去了 梁老汉通过嫁接成活的果树 寥寥无几 没有成活的果树 不得不从小树苗开始 重新栽培 虽然这些果树 也已经再次结果了 但是七年前 那个毁坏老人果树的凶手 依然逍遥发败 老百姓报了以后 也没什么证据 以前有证不破 这样案子 案子比较多 群众都非常反感 这样是 所以领导呢 就从各个部门 从我们治案 经浸 敲敲敲拍手 三个部门 抽烟 所以组成一个工作组 就开始进次调查这个事 调查这个事 到底这个词 到底有多少案子 案件侦办迅速启动 然而 所有人没有想到 专案组刚刚组成 他们的信心和决心 就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 城里的事 两三天 基本的船都开了 都知道警察进村了 一看警察来了 又来干什么 有什么用 不抓的手帛 谁又承认的 手帛就是抓 在现场当场抓到这样的 少人才能承认 不太信任我们 而且老百姓自己也知道 没抓着别人 谁在那砍管室 谁在那管室 喷动员 没抓现行 你这是有什么线索 给我们 这是知道 他也不会承赢的 原来 这些久针未破的案件 让老百姓寒了心 大家对破案 都不抱有什么希望 村里几乎没有人 愿意配合警方 提供线索 甚至连受害的基本情况 都不愿再提了 他根本就不拔了 他拔了 拔了没用 拍手也破不了 他破不了 你看 咱俩两大人 还有其他的 拍手 呀 我也有心灵的 他都听得来 拿十个我拔锅铅干什么的 都听得来 拔了很多次拔锅铅 这些都拿走了 但是一切没有音讯 没有消息我们的最后 说老百姓寄给他信心 抓着手脖子 你才行 你抓着手脖子 你下来 不行 我说你找了几年 不是多了 不是 你看师傅多了吗 你查不出了 我看他不去报 你赶紧我给我报 我找你赶紧上火 七年来 案件侦破的难度超乎想象 证据难以搜集 嫌疑人难以锁定 敦守监控更是毫无效果 七年过去了 警方掌握的线索依然有限 这些陈年旧案 将一块巨石押在民警的心上 也押在老百姓的心上 我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一去就是给你白眼看 后来转身就走了 或者把门就关上了 或者你从老百姓在聊天 你从旁边经过的时候 冷潮热讽 但是我们没有灰心 上桥子很远 要跑四十公里 我们每天都去 每天早晨一上半就去 晚上下半回来 没有老百姓的配合 案件的侦办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民警们始终无法逾越 要想找到真正的嫌疑人 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首先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 我们自己给自己鼓劲 就是心里去想 要彻底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给老百姓看看 这个警察 确实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让老百姓下去做 跟老百姓谈 有时候去第一边 老百姓补的礼 我们再去第二边 跟老百姓谈这个事 就是我们要 这些大案件 老百姓慢慢地跟我们 沟通了拉银的鱼 持续一个月不间断地走访 查证终于有了进展 在村民梁德镇的家里 他向林警讲述了四年来 一直不愿提及的痛苦往事 2005年 梁德镇的果树已经进入圣果期 他的地里有四年生的果树一百二十棵 十年生的果树三十棵 年初他就开始盘算着 未来几年果树带给他的收益 可是梁德镇没有想到 夏天还没有过去 他的果树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果树的树干被人用炖气砸断 主枝被砸折 原本葱龙的果树地一片狼藉 梁德镇的盘算落空了不说 他预想的收入全部变成了现实的损失 被毁坏的一百一十棵果树 果树不得不重新种植 损失的惨重不止如此 令梁德镇感到更加愤怒和痛苦的是 他嫁接的果树在2006年再次遭到破坏 而且这两次破坏都是致命的 果树被挥霍两次 第一次是十年生的果树 这是属于圣果器的果树 被从根部剧断了二十九棵 第二年这二十九棵架接了以后 长出的新芽也被谁给掰断了 往事不堪回首 四年来梁德镇没有一丝收获的喜悦 他只能再次重复前四年的劳动 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 三年四年开了 应该结果咋没有 是一根条 你感到你家里 应该的学生八年了 咋的学生四年 这十年特意 咋的到底是比得应呢 晚的四五年 你这四年白白带你等了 你长一个也带你长了 永远跟不上 你感到你再长过 应该就是整了八根高厂文厂的时期 三岸的禅 两岸丑天的禅 一分年的收获没有 果农痛苦的经历刺激着每一个民警 在贝鲁村 所有人都知道果树对于果农的意义 如此胆大妄为的破坏过于残忍 都知道果树都是赖以生存的东西 苹果是他们的经济命脉 从刚种下到收获 五六年的时间 和一个小孩那么有感情 大部分对果树都非常爱护果树 没有什么深仇大痕的 补回去泼果树 不至于去破坏这么多果树 如果觉得有些果农师说 如果真生气了 顶多破坏两三棵 就知道知道别得罪人就行了 不可能把他所有的果树全部破坏 将受害人的果树地整片摧毁 甚至多次破坏 嫌疑人与受害人之间 一定存在着无法化解的矛盾 只是嫌疑人才用如此极端的手段 而且民警们推断 这种矛盾已经上升为一种仇恨 因为贝鲁村众多的果农 都遭受了侵害 如此的破坏 依然持续了七年之久 嫌疑人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从这个案子看 他应该是不想从里面获得什么经济利益 就是想单纯的破坏 使对方受到经济上的损失 民警们认为有案必有因 受害人与嫌疑人之间的矛盾 应该就是系列破坏案件的导火索 然而一番走访下来 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并不像民警们预想的那么严重 都是些家长里短 林里纠纷这么些事情 比如说你家的墙比我高 你的东西占了道影响我走了 或者说是在一块吃饭 你说了一句 我说了一句 打扑克 争吵过 就真是这种情况 没有什么很大的事 民警们一方面深入摸牌 寻求突破 一方面将关注的焦点 回归到发案现场 综合了所有的案件信息后 民警们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嫌疑人基本上是夜间作案 在这些破坏案件中 02 03年左右的案子 基本上是用锯字锯 05 06年左右的案子 基本上是用掘头砸 08 09年左右的案子 基本上是喷农药 界限非常分明 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呢 因为锯一棵树 不是一般人都能锯的 这么粗的树的话 锯断一棵 可能需要5到10分钟 几十棵的话 一晚上把它锯倒了 可能很费体力 三种不同的破坏方式 没有重复出现过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改换 根据这个特点 民警们做了大胆的推断 我们当时认为 基本上是同一人干 杂这个组织的话 比锯树容易 喷药的话 比杂树还要轻快这个活 我们当时是这么分析的 这个印可能是面团 原来也把体力更不上下了 破坏方式发生了改变 从刑侦部门 这个作案现场 基本就是一个人的脚印 民警们绘制了7年来 所有发案地点的示意图 虽然被破坏的果树地 比较分散 但是民警们发现 受害人集中居住在村子的西北角 发案地点看似杂乱无序 即使嫌疑人作案的目标 早已有了选择 破坏的比较有震体性 这两块地 它都能分成这块地是谁的 有的管是 几块地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 往往是只有报案印 受害印 它的地被毁 别的地没有被毁 也就是这个地 这个作案现印 对整个设计状况 比较了解 外村人不可能对贝禄村 果树地的分布如此熟悉 基于这一原因 民警们断定 嫌疑人就是贝禄村人 也应该住在村子的西北角 综合了所有因素后 侦破焦点进一步集中 民警们对嫌疑人的刻画 有了初步的模型 贝禄村人 年龄偏大 报复心强 一人作案 2009年10月 经过三个月 紧锣密鼓的摸牌 贝禄村破坏果树系列案件的侦破 终于有了眉目 威海市公安局环粹分局的民警 对嫌疑人有了基本的刻画 嫌疑人应该是众多关系人中矛盾的交集 根据前期的查证 一个嫌疑对象很快进入了警方事件 他的行为特征符合民警们的所有推断 这个人呢 村里人都知道他属于这个鸡窖 就是平时睡觉很少 一般这个一天就是两三个小时 而且常年在山上活动 老伯生上山的时候 他从山上已经回来了 晚上老伯生收工回家呢 他的山上还没回家 他对村里的这个情况非常熟悉 不管谁家的桃田呢 枣子田呢 你地里种的什么菜呀 谁的果树大约种了什么什么品种啊 种了多少棵他都很清楚 梁全盛1947年出生 独身 五年前将自己的果树地转交给侄子经营 11月19号 民警们来到梁全盛的家进行调查 没想到刚一进门 民警们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 几乎被苹果填满了 苹果在当时这个刚下了不长时间 我们去的家一看 到处都是苹果 最后我们这个估算了一下 大概有这个1000多斤 这个苹果都是最好的苹果 也就是最好的这个红富士苹果 他以前有果树地的 给他两个侄子做了 他自己没有没有果树 他不可能有1000多斤这个苹果 仔细查看这些苹果之后 银警们的怀疑得到了印证 这个多么简 嗯 底部多么简 多么简 这三个底部 苹果它不简 你不是本来的 正常收获的苹果是用剪刀剪下来的 但是良权剩下的苹果完全没有剪刀剪过的痕迹 农村的果树为了编于储存编于撞洗 苹果树都是剪下来的 不是窄下来的 把苹果树剪得跟苹果底面的棉是平的 甚至稍微低一点 这样苹果树就不至于把苹果互相扎破了 但他看的苹果都带于树饼的 一看就从树上直接窄下来的 不是是正常去窄的苹果 因为他也没有果树地 我们就以盗窃传唤他进行审查 最后他也承认着一千多斤苹果都是偷的 审讯没有想象中艰难 梁传胜不但承认了盗窃苹果的犯罪事实 而且对七年来破坏他人果树的案件 同样供诊不讳 民警们无法相信 这个一到植木之年的老人竟然如此残忍 他犯罪的原因更是让民警们出乎意料 这几位受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跟梁全盛有过很小很小的矛盾 他跟别人有点小矛盾 可能别人都不接在心了 但是他接在心了 他包袱性很强 可能是跟老北星一段鸡毛三匹的小事 老北星对方因为是一段小事 但对他来讲 可能是一段大事 梁全盛的落网 不但警方感到意外 就连街坊邻居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 几乎小的不能再小 老刘曾经拔过他家的三棵树苗 当时我是把生活训练了 我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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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老汉曾经用他家的水管 教自己的果树地 因此吵了架 这个事都是巴掌以后 都十万年的事了 他还不忘了 没想到还有这种鸡毛的事 他背后他干的事 遭人的事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为了选择作案时机 报复别人 梁全盛竟然能忍耐多年 他跟受害人有矛盾了以后 他都能好几年以后 再去破坏他的果树 他就觉得你对我不好 我破坏果树 我的心里就平衡了 犯罪嫌疑人归案以后 通过威海市环翠区价格认证中心的价格鉴定 在梁全盛破坏果树的七起案件中 梁全盛共破坏果树558颗 造成损失70,117亿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 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 毁坏机器设备 残害耕畜 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机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机徒刑 2010年7月5日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认定犯罪嫌疑人梁全盛 犯有破坏生产经营罪 依法判处梁全盛有机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 破坏果树的系列案件侦破以后 贝禄村的老百姓 无不拍手称快 他们可以安心的等待 下一个收获的季节